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,剛才講的都是停經後的大省 可是我們台灣很多人是停經前的乳癌病人比較多 那怎麼辦?停經前的乳癌病人過去是被冷漠的 因為這群人在外國很少,國外的都是停經後的比較多 所以停經前的病人比較少 可是我們在台灣相反,停經前的女性得到晚期乳癌病人 真的比較多,到處都是這樣的病人 這些病人可不可以用荷爾蒙治療 基本上一樣,有一個研究就告訴我們說 雖然它是停經前,我們就用停經針把它搞成停經後 再加這個新的組合的治療 會不會比原來的治療要來得好 這另外研究告訴我們就是說 如果用這種停經針的方式,把病人從停經前變成停經後 再模仿剛才那個治療方式也是這樣 新的治療方式,大概過去的治療,就是荷爾蒙治療 大概就是疾病控制時間在停經前 大概是有控制14個月就必須要換藥 可是加了新的治療,一樣可以延長多10個月的控制時間 可以讓它的疾病控制時間來到將近24% 將近24個月,兩個月兩年後才會遇到第二線治療 大概可以降低疾病惡化風險45% 甚至在比停經後的婦女好像療效又更好一點點 而且一樣是在不同的族群,包括年齡,肝臟轉移,骨頭轉移 或者是說你的體能狀況好還不好 不同的族群來講,這個新的療法 還是比傳統的荷爾蒙治療要來得好 而且腫瘤反應率也是不錯,也是一樣超過五成的病人 腫瘤會縮小,疾病控制率也有跟停經後的婦女一樣 大概都是八成的時間 肝臘延長 主題 腫瘤 腫瘤